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石山 据香港《明报》星期二援引日本媒体的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不满党内宣传部门 处置南方周末风波的手法 包括强制要求全国主要报章 转载《环球时报》批驳南州的舍轮 他担心这样会越压越乱 另据报道 刘云山在内部决定 对反抗中宣部命令的编辑和记者 做出人事调动和处分 但习近平不想风波闹大 动摇体制 下令要求不要处分相关的人员 中国大陆和日本近来 针对钓鱼岛争议动作频频 在台湾 国防部军事发言人罗绍和星期二表示 针对钓鱼岛周边的情势 台湾军方已经研理了因应计划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同 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解放军报 周一在头版刊出了解放军总参谋部 颁发的2013年全军军事训练指示 要求部队强化打仗思想 做好打仗准备 不断提高部队实战能力 在台湾国防部周二上午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本台记者问道 台湾是不是感觉到解放军上述宣示 是面向台湾 发言人罗绍和回答 我们因应中共的军事威胁 我们一直积极地在强化三军的联合作战训练 当然目的就是希望能够透过三军战力的整合 让我们国境的战力能够达到加成的效果 罗绍和也强调 国军在建军备战方面 我们是从来都没有任何的松懈 在建军方面的话 我们是依据政府就是防卫固守 有效嚇阻的军事战略的这个指导原则 那积极地提升我们国军的联合作战整体的战力 我们以此为核心 以达成所谓的预防和嚇阻战争发生的这个目的 另有记者问道 日本自卫队近期进行了夺岛空降演习 中国大陆军机则频频接近钓鱼岛上空 甚至与日本军机对峙 同样宣示对钓鱼岛主权的台湾 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罗绍和回答 国军今年的演训计划中 并没有针对钓鱼岛情势加强演训 河北省保定市来源县 前全坊村的一百多名村民 上周六集体卧轨 抗议当地政府强征土地 搞房地产开发但补偿不到位 事件造成京原县火车停运四个小时 据悉 当地地产商去年投资52亿元 进行来源冰湖新区旅游综合开发项目 来源县政府于是不顾村民的反对 出动大批公安武警强征 前全坊村等四个村的农地 并用大型产土机将地里的玉米苗全部产出 村民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 又投诉无门 被迫集体卧轨 据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二报道 甘肃警方近日侦破境外藏青会骨干成员 组织策划境内不法分子蛊惑煽动的 有组织有预谋自焚杀人案 该案造成一人死亡 嘎藏家措 贡宝洁 扎西监措等七名主要嫌犯 被拘捕归案 报道并称藏青会属于达赖集团 但为自焚抗疫的藏人画肖像来呼吁人们 从人道主义出发关切藏人自焚事件的 汉族艺术家刘毅 对此则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 藏人自焚的原因是宗教上心灵的创伤 并希望社会不要从意识形态 或是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去看待藏人自焚事件 而是关注人和生命 他并且表示 真的希望不再有自焚事件发生 四川省北川县的200多位地震遇难学生家长 至周二已经连续两天到县政府请愿 追讨校方责任险赔偿 有请愿者被警方控制 星期一上午9点 200多名遇难学生的家长前往北川县政府 要求就死难学生善后问题做出处理 北川县州副县长在县政府大厅接待了请愿者 他称 虽然中央已经在2006年下达 有关校内责任险的文件 但北川直到2008年都未实行 遇难学生家长表示 周二上午再次集体前往北川县政府请愿 另外 自元旦以来 免竹市汉旺镇东契中学的学生家长 也相继到市政府请愿 但无人理会 北京的一个专门为访民提供电脑上网培训的学习班 星期一被警方查抄 星期二 警察将培训老师胡俊雄带走 除了维权人士胡俊雄之外 另有6人也被公安带走 并抄走了6部电脑 而各地访民 周二分别在北京 天津等地 拉横幅声援胡俊雄 他于当晚获释 又在京访民透露 有解访人员警告访民 不准到中南海天安门及使馆区上访 为者将被判刑 此外 香港一位访民当天入境内地时 被深圳边防阻挡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石山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